他呢 命人将他送回柳州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兵来将党 水来土野 你准备好 要同圣衣教决裂了吗 本座不会让任何人 欺负到你的头上的 二指 你决定了 嗯 撤 小爷明白了 你们两个打什么哑咪呢 小婉儿放心 总归不会带着你家千岁爷私奔的 我说洛小爷 你还真看得起自己 而后 他便在落绝的跳脚声中 笑眯眯地抓着凤七指的胳膊 离开了这里 谁 窗外有一道暗影飞速的闪过 也让坐在铜镜前的连贵妃吓了一跳 你们快去看看 是谁在装神弄鬼 前去查探的工人很快便取而复返 只是人是没有 可信却是有一封 而当工人念出这信中的内容之后 莲贵妃的脸色瞬间大变 这信上的内容格外简陋 只写了八个字 皇帝众鼓 过手皇后 无论細静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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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